花生油 愛出酒 出油溝鬼頭 窮油 也風漏 我們回到來說我們最期待 醜種期待 拉脫維亞 田田就說好像沒什麼要說 在你印象中好像沒什麼要說 如果我很快就離開了 留了多少人 為什麼留不住你呢 三天兩夜左右 因為田田不是馬鈴 因為我那時仍然有點審美疲勞 我又去了一個城市 我沒有什麼意欲想看什麼 我只是一心想去東歐那裏 所以不停地向南走 還有我覺得城市吸引不了你 因為剛才我們第一節說 你很享受大自然的生活 可能在你的時刻 你會覺得大自然很開心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喜歡獨孤一個人去走 你享受個人空間的人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的 你給自己空間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如果你習慣了香港 很難有這種空間 絕對是 我回來適應一下 我回來適應一下 我突然間好人很多 空氣又好些 你那種自由感覺 在香港是不會有的 絕對是 好啦 拉脫維亞 你去之前有什麼印象 去之前 純粹是波羅的海 就是一個站 順便離一下 大過塔林一點的城市 我們認識的拉脫維亞 如果大家在YouTube搜尋 我先去搜尋一下 其實都挺好笑的 真的 拉脫維亞 很期待 是什麼呢 那田田你拉脫維亞 你不用說那麼多 你只是看這些 這些不是我搞 拉脫維亞 它是牽涉到什麼關鍵詞呢 性旅遊 旅行 詐騙 女人 新娘 夜生活 還有移民 移民 當然是因為上面的條件 跟女人有關 但又跟台灣有關 有很多台灣人想移民 又或者很想結婚 如果拉脫維亞 一搜尋女人 大家會看到 YouTube有很多片 解釋 為何她是男人的天堂 這個世界第一 女光棍的國家 什麼叫女光棍呢 很多人都說是美女 但沒有拖拍 你看這些女的樣子 按得快了 你看到這樣的樣子 她沒有人意 是不是很難得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所以十大男人天堂 人口的比例 男女的比例 是一比八 所以她叫做男性天堂 你看看 這樣的樣子也可以 不要得罪 不要得罪 不要在香港的幫人 我覺得 是不是香港 曹總個人意見 不知道 是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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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節日 就是 你的美女 沒有人要 你上街 就銷你自己 施錢 你混身解數 其實好像這個 遊行 每個人都穿粉紅色上妝 有時候穿得很性感 然後就說 我們沒有人要的 大家主要跟她接觸一下我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節日呢 主要原因就是 當然是二戰 二戰之後 很多男人被抓去打仗 之後就是 那個男女比例 就嚴重失衡 我們兩年前 我們有一位嘉賓 就搬自戰上來 因為他有一位朋友 帶他上來 正正因為一個傳說 就去了拉脫維亞的里加 除此之外 當然他去到之後 就說不是那一回事 他適逢去到那天 遇上什麼大駕 復活節 我還記得 然後那些夜店又不開門 他乘的士 就想叫的士司機 車去夜店 然後的士司機跟他說 補節架 那些女人又會 那些姐姐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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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無印 走去這個教堂聽樂 他本身是想先去認識女孩子 但誰知道 他就說 好像中國人的面孔 是否不太吸引 那就是不太飢渴了 他就好像不太成功 然後再乘的士 那算了 那我叫姐姐 那我叫姐姐 誰知道原來姐姐都會放假 那就是禍不單行 滿心歡喜 因為這樣的傳說 就打算進去 但原來 都是沒有運閒 當然 我想 這些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最後是不成功的 對 就是沒有了 我覺得這樣說 你不要以為人家沒有男人 但女性也有自主權 對不對 是啊 我們都要明白這件事 起碼在西方國家 他們自己本身也有些要求 所以Youtube那些事不要盡信 對 不要盡信 不要因為人家沒見過男人 你就以為那裡是 一個女兒國 人家每個人都爭著 就惹你心口 不是那回事 你不要以為那裡是東莞 不是 除了我覺得 你拿著大機過去應該是OK的 你幫他們認真 是啊 不是 我不夠高的 你看到剛才的女兒幾高 你那個畫面很厲害 所謂五月 那個叫做 是不是粉紅節 不知道是什麼節 總之就是 那個叫高Blanc 他們不知道 如果英文譯作 就叫高Blanc 每個人都穿到 粉紅色上身 每個人都像Barbie 那樣子 大哥 你目不暇級 所以你五月去一次 其實都挺上心悅目 所以剛才曹祖一開始 就問你哪個月去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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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Julian 你好像去年 你也帶了一個嘉賓上來 其實都是 以一個叫做 筆席先決 那位嘉賓 都去過 李嘉 那時候他也是住在宿舍 住在宿舍的時候 其實他狀口狀面 都看到那些男人 他也是住在宿舍 還說晚上沒有人 對 晚上沒有人 然後早上 就好像在那裡 在那裡 分享報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一個宿舍那裡 在一個廳 大家分享 再玩做了什麼事 哈哈 那是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 那些男人過去都是有同一個目的 是啊 一個二個 一腰果眼 所以 你不認識那邊就是這樣 但你見到那邊 你至少是女士來講 當街當行看到那些 我又沒有什麼留意到那些女生 因為可能 我當然說 對 阿田田也是從俄羅斯去的 又是在俄羅斯去的 好帥 已經是最美的 最美的 那麼你去到那些 就算最美或一次美 已經不是很美了 那個審美疲勞 對 男人有沒有審美疲勞 男人是不是買得很多 我真的沒什麼留意 那些人就沒有impressive 不是太特別 或者他們又不是很潮 如果你說去米蘭 就算他自己的樣子普普通通 他衣著都很光線 很廣告 整個意大利很多地方都看見 尤其是去米蘭你會見到這個樣子 可能你說拉脫維亞這些國家 或者波羅的海的國家就不是這麼廣告 可能不是那麼特別 那李嘉給你那個人民風情 我用這個形容人民風情 你不要說那些硬件 可能你去接觸到的人 你覺得和愛沙尼亞在塔林有沒有不同 我覺得有些微的 但始終我在拉脫維亞逗留的時間不久 但我感覺愛沙尼亞好像是在 又不可以說教育 又不可以這樣說 不要緊 我們都覺得 是立陶縣 為什麼我們的立陶縣 搞錯了 慢慢來 我感覺愛沙尼亞好像少一點窮 比較常 沒有我的感覺 其實是的 有機會是的 剛才我們咪後都說 你都覺得可能 愛沙尼亞那邊 那些物價貴一些 其實物價貴一些就等於經濟 其實很反應 很反應 你會感覺到國家的經濟 雖然我沒有那些數字 曹總很聰明 要檢查GDP多少 我們去旅行 有時又不會那麼實際 純粹用一個感受去看 就是說 一旦過了這條環境 你周圍的環境 多不多招牌 人的衣著 你便開始感受到 可能你未必真是 很正確得到一個數字 但你會跟你上一個國家去比較 這裏好像窮一些 是的 我都會比較 有時不是我們主動想去比較 而是環境令到我們覺得 這裏好像簡陋一些 那是不是窮一些 還是說這裏每個好過有型的 那些店鋪又很漂亮 那你就很明顯覺得它有錢一些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接下來也會看立陶宛 其實波羅的海這三個國家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經常都拉起來說 你說窮途 你立即看到了 當然 你看看我們去圖表看看 波羅的海 這三個國家 你說物價貴 但其實收入水平 其實不太高 只是萬多 即是比台灣低 甚至乎 即是就算是愛沙尼亞也是 是啊 你立即找到的 如果你是 但你明顯是愛沙尼亞高一點 差幾遠 澳門 新加坡 香港 是8萬 5萬 6萬 但主要是因為 你看到差很遠 其實是 但主要是因為 其實是香港那個 就是 貧富懸殊很厲害 也是全球第一的 這個 就是貧富懸殊的地方 所以 那樣東西未必得比的 但澳門可能平均少少 但去到百萬多 但 即是 你去到外面的消費 未必是針對當地人 其實是 很多時候是旅客 才會有這樣的感受 因為 即是 你不會說 我想如果你去 你自己 找個 Airbnb 你自己 買菜回家煮飯的話 都可能享受到低物價 但如果你說 有很多地方 別人都不流行 那你遊客去 那你當然是 花回遊客的價錢 等於 之前 波波都說過 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他去 約旦 約旦其實 那些人很窮 但他花費很貴 是 遊客是另一個價錢 當然 當然 所以未必相關 如果你說 就這樣 他們的收入水平 以及他們的消費指數 是兩回事 很多時候都是 嗯 是的 但是 因為我覺得 約旦是另一個case 哈哈 那個是extreme 其實 那些價錢是人說的 不是知道 尤其是看到你旅客 肉隨針板上 你當然沒辦法 嗯 真的很想要一貨 是啊 那拉脫維 你也拍了一些照片 回來的 其實都 看看 我們先看看 看看 我先錄一下 都是去他的舊城區 即是里加的舊城區 是的 你也很喜歡舊城區 歐洲很流行 有一個舊城區很集中的景點 歐洲很流行 嗯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博物館 前身好像是一個 炮 看到的比例 是的 曹總厲害 我都沒有留意到 真的很高的 其實你看到下面的人 這麼矮 你就知道比例 我都沒有留意到 有一個人在那裏 就是軍事用的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一個博物館 就是 第二次大戰的博物館 是的 是的 都在這裏 走了十個多兩個小時 嗯 那去完這個博物館 你就認識到 為什麼這裏這麼小老了 其實 哈哈哈哈 都離不開這個話題 哦 魚子醬啊 這個是 但是我沒有買到正宗魚子醬 我是買完才知道 正宗魚子醬應該是深色的 嗯 這個就是你買那個 就是黑色的 因為那裏出名是便宜買這些魚子醬 哦 便宜到怎樣 便宜到怎樣 便宜到真鮮 哈哈哈 用真鮮來比 哈哈哈 因為我沒有買到真正的魚子醬 所以這個是 我真正魚子醬是黑色的 黑色粒粒 黑色粒粒 真鮮的那些是工業魚子醬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那會不會好吃 都好吃的 都好吃的 因為不是說 因為劣質的東西會比較腥一點 啊 是的 那OK 好了 這個就是 他名字很搞笑 叫三兄弟 是的 為什麼叫三兄弟 是因為有三個不同年代的 居民房屋 是的 是的 那最 猜不猜是誰 1646 中間叫1646 這樣都看到 那你見到的嘛 哪裏啊 1646 是嗎 是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你也是 哇 你更厲害 通常這些古建築都會有個 什麼的 寫回聯份 寫回聯份 那你也看得到 如果你說我們去 香港去圍頭村 你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是的 只是他這個方式 是比較奇怪的 是啊 其實他去到 你可以進去後花園 我看 後面也有些很奇怪的圖案 不過我沒有拍到 其實這三座建築物 功能是什麼 我也想知道 其實都是居民住的服務 就是民居來的 是民居來的 但是分別是三個不同年代 而最舊的年代就是這個 白色這個 是 看得出來 是的 還有我看資料 原來 為什麼它這麼小的窗 是因為以前收窗的稅 所以越小的窗 稅收到越少 怎麼解釋呢 就是給少些稅 沒有解釋到 但總之那段時期會收這些稅 其實如果你說看一間屋 你看窗戶是多大 那你就知道這個 其實是貧困戶 越大的窗戶越有錢 就是落地玻璃那些 就越有錢 這個也挺有趣 是啊 但去到後期這些 最新的 最特別 應該不用收這些稅 設計都不同 還有你可以進去的 其中一棟 可以進黃色這一棟 我留意到很有趣 它是越來越窄的 就是三二一 為什麼三座東西都是這樣 建築師有沒有解釋 為什麼最後那座不窄呢 很簡單的就是不夠位 還有最舊的那個 最底層就寬一點 然後越想越窄 比例 其實以前跟屋頂有關係 那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 可能在南方 那些屋頂 就是三角形 就沒有那麼斜 而在地球越北的地方 那些屋頂就越來越斜 丹麥的屋是很斜的 為什麼 很簡單 原來北方就會落雪 如果積雪 如果積雪 那屋頂就會落 以前古建築 其實那屋頂很容易 你看粵語長片 永遠那些人都在上面跳來跳去 就揭開你的眼睛 在偷聽你說話 所以以前那屋頂就很簡陋 所以如果你在有雪的地方 如果你的屋頂不夠尖的時候 積雪的時候 那屋頂就會落 所以為什麼越北的地方 那屋頂越尖呢 就是有這個原因 你看到有個分別 我覺得有點像糖果屋的感覺 這個就像生日蛋糕 中間這個 這個形狀就像muffin 這個就是一枝可樂的形狀 全上了很多 全餐飯 全餐飯 現在就找到了 李家三兄弟 他的名字 英文名字都很有趣 真的叫做三兄弟 真的很可愛 李家三兄弟 應該這樣找到做歌 李家三兄弟 李家三兄弟 看看其他人的照片 不知道有沒有背面 不同的天色 嘩 積雪 積雪 真的很可愛 其實積雪 看到了 你看到負擔很明顯 這個應該是現代的屋頂 是啊 現代的 你看到整個 community 都是這樣的風格 這裏就是三兄弟 周圍的都是差不多 類似一樣 他那些石板上面 都是一些石板 尊地板 那些舊繩 很漂亮 那些石地板很漂亮 這些位置 你拍人像相 其實是很大發揮空間 其實是 是啊 又穿長裙 低抄上去 應該是背面 是啊 哈哈哈哈 我要學一下卡卡 是啊 好像這些位置 一個少女穿長裙 很輕盈的彈彈跳跳 整個人都感覺到年輕了 卡通就是這樣 啊 是啊 以前的人就是這樣 挺好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裡 這個是裏面的博物館 你真的進去了嗎 因為是免費的 但是他不是說太多東西看的 但是表現什麼 歷史 應該是說 少少歷史 因為真的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裏面少少結構 是嗎 但是不可以走上塵 這些內籠很棒 這些內籠是 這些內籠我去伊朗 經常都看到 是進去一些清真寺裡面的一些地方 很有感覺 而且土耳其也很多這些 對很多 這個應該也不是那裡 不是那裡 對 是第二處 這個感覺很棒 是啊 不錯 其實不是說只是看女兒 其實也 原來有這麼特別的建築 那些舊區 有些糖果屋感覺 有些外國人說挺喜歡 拉脫維亞 有很多博物館 又有河流 但問題就是 你的博物館有沒有英文才可以 有的 有的 有英文的介紹 始終有遊客區 不是的 你看看去韓國你就知道 韓國的遊客區 都是沒有英文的 被你吹脹的 故宮也是這樣 可能他只是要收你的導遊費 對 對 有些音樂 B女果然有Sense 有什麼補充呢 拉脫維亞 還有中央市場 這個市場很大 因為有五棟這種建築物 因為以前 好像火車站 那個型態 對 因為以前都是飛艇的 不知道擺飛艇的地方 因為以前他都是被納粹德國 急侵禍 所以這些是德國為流下來的東西 然後就重建了做一個很大的中央市場 什麼都可以買 濕貨乾貨 接著去到 山褲鞋襪 甚至是一些Vintage 自由市場的東西都有 我在這裡找到一些蘇聯的皮帶 是嗎 這些很有型的 但我最後不敢買 為什麼 為什麼 想想想想 太邪惡了 蘇聯 哇 這個納粹邪惡也不夠 這個納粹邪惡 很多都是邪惡的東西 但是納粹的皮套是很有型的 黑色的 如果你說裡面的商場的樣子就是這樣 市場的樣子很光鮮 還要有5座那麼多 是的 魚子樟也在賣 魚子樟也在賣 你也在這裡買菜便便宜 你不需要去die out便便可以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的話,你令到我去拉脫維亞 都應該找一些有廚房,自己在家裡住好過 我住Hostel的其中一個原因都是想找廚房 我都會在那裡煮東西吃,煮意粉,一些簡單的東西 嘩,真的有人這樣拍照 好漂亮喔,這個後面是叫黑人頭的屋 是不是這座? 不是,是紅色這個 尖餅也很特別 我反而對最左邊最尖的那一座,很有興趣 市政廳那邊的位置 很可愛,整顆海螺的樣子 三粒海螺 海底城市 不是那麼差 其實我覺得 只不過那些人經常以這個聖刀 label 了這個李家 其實是 我也覺得其實很多都是 剛才我們看youtube的list 彈出來,我覺得也有一點點 你說是不是純粹在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我們再看深刻一點 你看回李家 其實李家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築物 其實李家有一條街 好像叫Alberta Street 其實它有很多新藝術運動 新藝術運動的時期的一些建築物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叫美輪美換 其實有些人說去歐洲看建築 但原來在波羅的海 我們也找到 特別在李家這個城市 找到這種新藝術運動的建築在這裡 新藝術運動的建築 其實究竟它有什麼突出呢 就是說 剛才不是說到前蘇聯建築 你不是說這個嗎 對,前蘇聯建築是很簡單的 但新藝術運動就是 反過來 它又不是以前的classical 但它永遠在建築物外 有很多浮誇 什麼叫浮誇呢 你就要看新藝術運動 我們現在經常用溫力這樣浮誇 什麼叫浮誇呢 你就要看回這條街 這條街整條街都是浮誇的 好有趣啊 所以你看到一些很大的 平時我們看建築物上面的裝飾 都是很微細的 一些很微細 可能你真的要用望遠鏡 或者看上去 那你才能看到 但是這條街 回到這條街 新藝術運動的一個區 你會看到建築物上面的裝飾 或者那些浮誇 一個一個全部凸出來 而且是很大件的 所以平時我們去欣賞建築 會覺得很浮誇 就是跟建築物的比例好像很不對 為什麼剛才看到照片 明明那大廈是這樣的 外面的窗 或者大廈的寬度 高度 但是為什麼它的裝飾物 是比大大廈那麼多 跟大廈的比例 還突然有一個人頭 對 看回李嘉 他主要是以這條河 就是道家雅河為中心 其實都很容易走 整個格局都像塞臘河 中間突然有一個新橋 有一個島 其實我們當時也研究過這個問題 機場還要更近 我懷疑 這個真的是機場 還是內陸 會不會搞這麼近市區 搞到以前九龍城 隔壁還有一個KGB Museum 講起KGB Museum 其實很有趣 李波羅德海在三個國家 原來這三個國家都有KGB Museum 什麼叫KGB? 不是就是特工 蘇聯 對 其實我剛剛說的 愛沙尼亞的酒店就是這個 沒錯 特工 其實都是 這些都很特別 其實KGB就是當年 前蘇聯的一個 我們稱為秘密組織 或者情報組織 其實當年KGB很出名 出名是什麼呢 它的滲透 原來整個每個國家 已經被它滲透了 每個政府部門 是滲透了很多KGB的特工 你看看 你推人去死 哇 這些是不是納粹來的 不是 這是KGB 是KGB 這是KGB的標誌 還有KGB 以前他們會隸屬軍部 即是軍方 後期他們自己有官街 即是自己的系統 這些就是美女間諜 這座就是那座建築物 KGB 對 都有點感覺 很想回去 所以你看看那些磁磚 這些肯定是酷型的 整個那些什麼叫做 叫做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Panty 這個應該是Panty來的 我們看現代 紅女鬥室 紅女鬥室 Panty 真的有部電視在那裡 I want to play a game 普京跟你說 I want to play a game 那樣就是跟你玩 如果你不爆大鑊的話 就會有什麼酷型 前面有一個 鞠磊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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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感覺 翻身座 當然有些受害人的名字 這個像我們去重慶 其實有個 我記得有個地方好像這樣 重慶城屍那個 重慶不知道他郊區有一個地方 又是說怎樣 當時以前那些 國民黨怎樣殘害共產黨人 這些當然是抹黑國民黨 有這些所謂的國民黨 剛才你說 新藝術運動 這條街叫做Alberta Street 整條街都是這些 很有趣 這座東西有一個人頭在中間 我沒有看錯 總之很特別 很誇張 就是剛才你說的這條街 總之很浮誇 你看這麼大的獅子 突然在屋頂 這些浮誇的東西 其實我有點感覺 有一點像盧森堡公園 巴黎的盧森堡公園 1904年 這隻是精靈來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 跟傳統歐洲 例如意大利 巴黎 甚至英國 跟傳統歐洲 完全不同 是因為被俄羅斯影響 因為俄羅斯和克蘭 都見到類似一些很特別的裝飾 其實因為波羅的海 這三個國家 其實他們都有自己的民族 他們當年 其實他們是有文化的 他們有文化 只不過是受蘇聯影響的時候 就經常覺得他們是前蘇聯 前蘇聯的一個地方 但其實蘇聯都是 他們在蘇聯之次 之前已經有他們的文化 這條街 如果你說是走這條河的話 其實他們所謂很多景點 就是這些 自由紀念碑 好像以前那些方箭碑 其實這三個國家 都是有類似這個建築物 因為你脫離蘇聯之後 就一定會有這樣的地方 就像巴黎的Place de la Conquer 上次B女講葡萄牙都有 我記得它的名字 就是巴黎的Place de la Conquer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稍後回來 OK